李時喬他是新莊人 李時喬他的成就偉大不僅僅是在他的作品上面 因為他是西洋美術史上前面浪潮的第一人之一 黃先生有分享他的故事 當時李家他們就把三合院賣給現在這個地主 那地主就發現他們拿到李時喬的故事就發現一直在鬧鬼 那後來他們想說為什麼會一直在鬧鬼呢 所以他們就問了一些坊間的師傅說 因為原本李時喬他們家的原本主人 他們不同意就是被換就是地被賣掉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他們就協議說 就是把那個李時喬的那個原本的那個那個地籍 就拿去燒給他們那個李家了 所以從此之後他們那個家就不再鬧鬼了 但是後來發現就是溫宰駿在重化的時候 還想說因為那個重化那個苦績可能會面臨拆除 所以他們想說這個是一個非常要保存的地方 但是他們發現那個地氣已經被他們燒掉了 所以他們就不知道要怎麼保存 後來就是只好請專家的學子來鑑定說 這個字體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後來很多文字老師都認為這個是真的是必須要保存的 然後黃家他們也是對這個護居也是保存得很好 甚至在快垮掉屋底上面就再加蓋一層鐵皮 就是他們是非常用心的去保存就是這一個那個非常歷史悠久的那個三合院 那就是台灣有台灣人其實有一句話是說 當自己的家裡被劃為古蹟是一個非常衰的事 因為就是代表他不能賣也不能開發 但是在歐洲國家呢他們他們就是不管經歷任何戰爭 他們都會經歷把他們原有的建築回復成他們百年的樣子 就是當外面的人都認為他們為自己的文明的保存感到驕傲 但是我們台灣卻是一再的破壞 我是希望說這場運動也是能順順利利的就是保存下去 那我是我想說的話謝謝